林彪不南下 有了辽审战役 肃玉不过江 有了淮海战役 肃玉在华野的指挥刚遭质疑 他就斗胆直臣否决毛主席的三个过江方案 毛主席怒言 好大的胆子 事后毛主席对肃玉说 陈一不回华野了 今后华野由你来搞 你担任华野司令员兼政委 肃玉感到太意外了 立即再三请求让陈一回华野 这就是坊间流传的二让司令 在我军诸将帅中 以肃玉大将的战略思想最为灵活 总能根据实际情况改变中央的既定战略方针 上集我们说 在孟良顾战役张陵甫整编 七十四世被我军歼灭后 老蒋掩面哭泣 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有亲自主持沙盘推演复盘 后来更是把那个日本的大战犯 钢村宁寺请出来 让一帮日本参谋给他出谋划策 而华野为了侧应流动大军 千里挺进大别山 实施七月分兵后造成五万人的伤亡 南马临去两场战役都没有打好 致使肃玉的指挥受到了质疑 甚至被华野副政委严厉批评 而这场华野内部的风波被毛主席看出了端倪 于是主席将肃玉从内线调往外线作战 统一指挥在河南作战的陈氏举唐亮兵团 以及在鲁西南的叶飞陶勇五个纵队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 肃玉虽然遭到一些人的质疑 可毛主席和中央军委还是非常信任肃玉的 9月5日 陈毅 肃玉率6纵队 10纵渡过黄河 到达运城以西地区 与13纵队会合 陈唐率48纵赶到河泽以东的沙土籍地区 华野主力部队实现了会合 转成一个拳头 而在此前 华野不管是外线还是内线作战 都严重的失利 而陈唐率领下进入鲁西南一个月以来 一直被国民党军追逐 这些都给蒋军造成一个巨大的错觉 认为山东的解放军早已溃不成军 不堪再战 且南有龙海路 东有金谱 北面和西面有黄河 共产党军队已处在四面包围中 于是 自孟良顾失利以来 国民党军的谨慎变成了骄狂 骄横的国民党军一直跟在我军后面追赶 而宋世伦的石纵在梁山地区的阻击战中 遭到邱青泉第五军和吴化文整编八十四事两部夹击 宋世伦苦战七个昼夜 最终率军北渡黄河 整编五十事以为石纵遭受了致命打击 于是在石纵渡过黄河后 就咬住石纵疯狂追击 八月三十日晚 三纵转移至定陶一辈 整编第五十七师也尾随进驻定陶 宋世伦决定将计就计 于是殿令一纵 三纵由定陶 城武以北地区北上 吸引整编第五十七 第五十北进 并在沙土及龙固及 聚业以北地区布置祖籍阵地 首先掩护六纵 十纵南渡黄河 让四纵和八纵一路尾随五十七师 由城武以南尾敌北进 九月五日沉溺 宋世伦六纵 十纵以全部安全度过黄河 维坚整编五七师的机会来了 九月七日 战斗正式打响 毫无悬念 国民党整编五十七师被华野全监 华野仅用六个小时 就干净 彻底 全部歼灭整编第五十七师 九千五百六十人 其中地敌两千余人 俘虏七千五百人 该师上至中将师长段茂林 下至马夫 无一人漏网 这就是沙土及战役 此战之后 华野从被动转为主动 陈毅和素玉率领的华东野战军 项羽宛苏地区进攻 十一月 华野又与陈庚兵团破截笼汉路 攻克了许昌城 紧接着 刘国成 邓小平率进继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战 而陈庚 谢赋至兵团挺进玉西 刘邓大军 陈素大军和陈谢兵团成品自行展开 相互牵制 三把尖刀直朝敌人的心脏插去 三陆大军在中原战场打开了新局面 在战略上 国民党军队陷入了被动地位 蒋介石为了摆脱困境 不得不改变作战防针 采取坚守东北 力争华北 集中力量防御中原的战略部署 集中了34个整边施共79个旅的兵囤基于中原地区 面对蒋军的这种战略部署 中央经过审慎研究 打算让华东野战军抽出主力纵队 渡江南下 到东南地区建立根据地 一举打进国统区的复兴之地 彻底打乱国民党的这种战略部署 于是 组建东南野战军的计划就此诞生 1947年12月上旬 陈毅到陕北米芝县杨家沟参加中央12月会议 在米芝会议上 党中央认为 解放战争已经打了18个月 再打三年半就是五年 争取在五年建设500万军队 歼敌750万 就可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 于是 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再来一个千里挺进大别山 让肃毅率领华野三个纵队渡过长江 前往福建 浙江和江西三省交界处 直逼南京和上海 迫使国民党军主力南下回援 第二年1月份 毛主席和陈毅在陕北进行了多次促席长谈 在陈毅离开杨家沟市 毛主席还亲笔写下了一份首令交给他 任命陈毅为东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此外 东南野战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这个职务 则是由肃毅担任 与此同时 肃毅还要兼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 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这个职位 则给叶飞来担任 这一部署等于是将杜江跃进计划的战略方针和方案彻底确定了下来 对于中央与毛主席的指示 陈毅非常赞同这一角色 随后陈毅便回到部队与肃毅会合 但在华野一兵团的高干会议期间 肃毅却提出 他要改变中央已经决定的杜江跃进战略 陈毅一时之间感到不能理解 毕竟这个计划是毛主席和军委反复斟酌后做出的决策 陈毅也是鼎力支持的 三个纵队和随军地方干部们也已经整训完毕 随时准备杜江 现在不去了 让人难以理解 可经过肃毅一番说辞后 陈毅很快就被征服了 经过几天的思考 肃毅决定向中央提出暂缓组建东南野战军杜江南下的计划 在外事具备 只欠杜江的情况下 肃毅为什么要反对组建东南野战军杜江作战计划呢 他又是怎么想的呢 晚年肃毅的回忆是这样说的 考虑到 古人能够雕动一部分敌人 但是敌人的四个距离 战斗力比较强的距离部队呢 雕不动 将决士不肥 把他来雕到江南去跟我们打游戒 在中原战场 这个四个距离一军雕不动呢 就不可能 减轻呢 敌人的流动呢 在大陛上的压力 恰恰相反 我们呢 这三个阵队的 也算是距离之一吧 我们恰恰呢 在中原战场呢 坚弱了 三个距离阵队 所以具这样的理由呢 我局长呢 不过长假 1948年 素玉的这一次斗胆之臣 可谓是颇费了一番功夫 为了使中央充分了解自己的想法 并且收回成命 素玉先后发出了三封数千字的电报 1月22号 素玉将自己的战略构想和建议拟成了一个很长的电报 然后将电报不仅发送给了中央军委 还发给了刘伯承和邓小平 这份电报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自养电 毛主席对这份电报极为重视 他在阅读电报的时候逐次进行了圈点 素玉的电报发出五天后 他接到了中央的电报 显然中央的决策和素玉的并不同 中央的电报内容是让素玉 准备率领华野叶飞一众 陶勇四众 王碧城六众国将 此时的素玉正在河南林颖县的指挥所里 一边看地图 一边思索 素玉也担心自己的斗胆直尘 给中央的建议会干扰了统帅部的决心 延误了革命的进程 他也深知自己从一个战士 到今天站在一个方面军的指挥位置上 完全是毛主席培育的结果 此时 刘邓大军南下 我军在各个战场的战略攻势 不断取得胜利 国民党在中原的防御体系 已经出现了裂痕 给我军在黄淮地区 创造了大量歼敌的机会 为了赞缓渡江 素玉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建议 要知道 素玉此人是出了名的喜欢深思熟虑 而且一旦认准 绝不回头 素玉再次致电中央军委 提出在长江以北作战的有力因素 毛主席再次回电说 决策不变 抓紧帅部渡江南进 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 素玉经常在地图前思考问题 一战就是半天 他想到当年红旗军团组成抗日先前队 长途跋涉 北上深入与致敏部会合 组成红石军团 最终 他的老手掌寻淮州牺盛 方致敏被捕后应用就义 还有很多伤病员落入敌手或惨遭杀害 许多连队决心抬着战友转战拼杀 伤亡惨重 素玉亲眼看见有的重伤员为了不拖累不对 在过桥的时候翻身坠河 而作为带兵的参谋长的素玉却束手无策 只能对着湍急的河流身居一躬 转身迎战敌人 同时军团仅剩素玉和刘英等千余人 想到这些 素玉毅然决然地又给中央发电报 1948年4月18日 素玉一个人名义向中央军委建议 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 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 同时 向淮河以南到长江以北地区 派出几个以旅货团为单位的游击部队 配合正面战场作战 向长江以南的敌人深远后方派出多路游击队 与当地人民武装结合在广大范围内辗转游击 以求大量调动敌人 侧应中原地区作战 这样 三线密切配合 推动战局较快与较大发展 在电报的最后 素玉还写下以上是个人不成熟的意见 加之对政局方面情况了解太少 斗胆直臣是否正确上代指示 最后还附上了我们对渡将准备仍在积极进行 绝不松懈 即使素玉的意见被驳回 素玉也仍会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进行难度作战 在战略转折的关键时刻 在涉及战争全局的战略决策上 素玉一再斗胆直臣 提出不同于中央既定方针的建议 再次表现出他无私无畏 实事求是的特有风格 显然 素玉若没有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 没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没有战略家的远见着实 没有这个人得失于度外的坚强党性 是不可能做出这种在一般人看来是超越常规的决断的 而后来的历史也证明 素玉的判断和建议对整个解放战争的进程 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使得解放战争提前结束 接到素玉的电报后 毛主席虽然有点生气 但经过一个晚上的思考 第二天当即命令素玉与陈毅前往城南庄 让素玉自己亲自在会议上汇报 对于中央发出电令两个月后 素玉依旧迟迟不肯赌将 毛主席也有些生气 批评素玉好大的胆子 对于部下的抗命不遵守 毛主席是有一套自己的处理方法的 他不是简单的撤职查办 而是深入分析下属意见的利弊 有道理的一定会斟酌考虑 相比于蒋介石这位常常不顾及战场实际情况 而越级指挥的威操大师 毛主席的英明之处就在于 能够从善如流虚怀那件 听取下边反馈上来的正确意见 并且对于一线的战士完全信赖有能力的不下 1948年4月30日 陈毅和素玉在刘少奇等人的陪同下来到城南庄面见毛主席 自从1931年苏去一别 素玉已经17年的时间没有见到过敬重的毛主席了 而毛主席得知素玉前来 竟然破例亲自出门迎接 要知道毛主席有个习惯 那就是会见和接待党内同志从不出门迎接 这次素玉前来 额外破例一次 毛主席见到素玉后高兴地说道 我们的英雄回来了 欢迎你 而素玉的心情也十分激动 几天后 毛主席召集中央领导们开会 会议上 党中央书记处的五位书记都出席了 并一起听取了素玉的汇报 五大书记一起听取了素玉的汇报 说明中央对素玉的建议非常重视 素玉着重汇报了三个纵队 暂不渡江南进 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 大量兼敌的方案 详细说明了提出这个方案的依据 第一 敌后作战 十万大军后勤难以保障 对于敌后作战 素玉是非常有经验的 从当年的北上抗日先遣队 再到最南游击作战 以及抗日时期在苏浙地区的游击作战 素玉指出 我军一 四 六总队 野战部队约八万余人 加上地方干部 人数超过十万 这么庞大的数字 最大的困难就是后勤问题 而且此时长江以南的乡 干 这等省份军没有我军游击去 没有地方人员接应 后勤更为困难 深入后方面不了敌人的围追堵截 后勤物资又得不到供应 那面临的就是部队的迅速减员 到时候本来战斗力强悍的意 四 六三个野战总队 会被敌人慢慢消耗 最后得不偿失 第二 调动敌军精锐南下的目的难以实现 中央计划让素玉帅不渡江南下的战略目标是 能够调动位于中原的国民党军整编十一室 第五军 桂系第七军这几支部队南下 继而我军在中原在发起更大的战略进攻 这几支部队占了国民党中央军军中的五大王牌之二 而且还有战斗力强悍的桂系第七军 这三支部队如果能调两支到南方去 那我军在中原的压力就小很多了 素玉分析 蒋介石不可能将整编十一室 第五军等部队调到南方去堵截我军 因为这两支部队资重多 在南方何往密集 山高水多的地区行动不变 发挥不出其优势 而桂系第七军主要是这支部队并非中央军 桂系的力量一直是让蒋介石忌惮的 好不容易把桂系主力调到华中地区了 如果再把桂系部队调到南方 恐怕会放虎归山 桂系成绩做大 所以蒋介石此时不可能会让桂系南下 第三在黄淮决战 优势更大 黄淮地区大致就是河南中 东部加上安徽 江苏北部地区 该地区地势平坦 有利于大兵团展开 在中原地区 我军拥有中野四个主力纵队 加上华野六个主力纵队 共计十个野战纵队 以及两广纵队 以及地方武装的配合 我军是可以与国民党军在正面来碰一碰的 相对于去南方 肃玉更有信心在中原打一场漂亮的维歼战 而且一 四 六纵队在中原更容易发挥其优势 此时 这三个纵队的装备武器 是不输国民党军中央军嫡系部队的 加上还有华野特种兵纵队的支持 其众火力也不输国民党军 与其舍弃自重 轻装减刑地到南方打运动战 不如在中原与国民党军精锐碰一碰 说到最后 肃玉表示对刚刚表达的想法感到不安 担心自己局部看问题会影响中央对全局的抉择 但这些想法又如骨梗在喉 不吐不快 肃玉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详细地讲述了自己的意见 对敌我双方的战局态势 各种数字以及敌军特点等如数加珍唯唯到来 中央领导们听后 频频点头 幸违盎然 朱老总还时不时地把茶杯推到肃玉面前 嘱咐喝点茶再说 肃玉讲的过程中 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们还时不时分别提了一些问题 肃玉都完美地一一做了回答 毛主席 刘少吉 周恩来 朱德 任毕时听了肃玉的汇报后 立即讨论研究决定 同意和采纳肃玉集中兵力与国民党军在中原地区进行战略决战 然后再度江南下的建议 在既定战略方针不变的前提下 同意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暂缓渡江南进 留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兼敌 当然 此前毛主席和军委做出的决策并不简单 但最终都同意了肃玉的意见 三个纵队暂不过江 要在中原打大仗 毛主席和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的这种处处从实际情况出发 十分重视前线指挥员意见的领导作风 使肃玉深受教育和感动 既让肃玉深感信任和亲切 又让他感到责任重大 肃玉此次的发言 让中央首长们都认为他是统筹一方的杰出大财 为此 中央采取了一项重要的组织措施 决定调华东野战军司令援间政治委员陈毅到中原军区 中原野战军工作 今后华野的工作由肃玉负责 对于中央的这个决定 肃玉大改意外 毫无思想准备 他在三项中央请求不能让陈毅离开华野 在他的再三请求下 中央最后同意 陈毅在华野的司令员间政委职务继续保留 肃玉为华野的代司令员间代政委 这就是肃玉的二让司令 此后 肃玉虽让掉司令员之名 却勇敢地担负起司令员之责 功名归于他人 职责留给自己 显示出共产党人的崇高风范 中央之所以让陈毅前往中原工作 当时 中央对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做了一个全面评估 认为中原地区必将爆发战略大决战 因此 中央决定扩大中原局及中原野战区的管辖范围 但是当时中原局集中野 经历千里越近大别山后 虽然跳出了敌人在大别山的重兵包围 但遭遇的损失也是巨大的 要想恢复以前的战力 非几年时间不可 而且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就是管辖范围扩大后 干部数量也严重不够用 既要抓军士 抓后勤不挤 还要兼顾解放区的各项建设 需要大量的干部来补充 因此中央从华东局调了 4700多名干部前往中原局 这些干部调到中野后 人生地不熟 思想上也不一定转变的过来 有陈毅坐镇 没有人敢说二话 其次中原地区将有一场战略大决战 规模将会非常大 一旦发生战事 就需要华野与中野同时出击 紧密配合 但是 两军的配合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 而是需要高度协同 步调一致 这时候 让陈毅在中野任赴撕裂 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 陈毅与刘邓三人都是老乡 在战役中 陈毅可以在两军之间形成一个巨大的桥梁 方便两军协同作战 陈不离宿 宿不离陈的身后友谊 使肃毅深深体会到 华野的全盘工作责任实在重大 肃毅的实事求是 斗胆直沉 毛主席的从善如流 虚怀若骨 充分发挥了我党的民主集中制 使中国共产党 人民解放军得以克敌制胜的重要原因 肃毅回到华野之后 随时密切注视着中原战场动向 筹划即将开始的战略行动 在他前面 展开的是一幅中原战场敌我态势图 随后肃毅准备歼灭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第五军 但很快邱青全识破了肃毅的计划 战场形势变化 肃毅先斩后奏 打下开封后监援敌 这才有了玉东战役 战役最后阶段几乎是死局 此战之后 刘伯承元帅说 这种仗我是不敢下决心的 林彪看着战报 自言自语的 肃毅净打神仙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